22日晚奇葩说赃宏飞微博晒出给颜如荆过生日的聚会图 配文奇葩们都聚起了 照片中傅首尔现身超开心 董静未出现 而当日下午董静发文称要和奇葩说好好告别 10月11日下午 奇葩说官微就董静傅首尔打架事件发表声明 表示董静傅首尔不再参与节目未完成的录制 以录制的内容将保留播出 董静22日在自己微博晒出一组照片 并配文称 很遗憾没能和奇葩说好好告别 非凡娱乐整理报道